今年台灣人民對蔡英文總統兩週年的施政表現 打出什麼樣的成績呢 平均分數是52.61分 蔡英文總統上任白日的時候他有61.28分 是第二年的表現 並沒有贏得人民這個明顯正面的肯定 蔡英文總統的核心六大施政作為 我們剛剛講的最高的其實是年金改革 49.8%的人支持 最不滿意的最高的就是經濟 61% 兩岸表現56% 五月的台灣人對於蔡英文的這種領導國家的方式看起來 贊同的是上升了7.2% 贊同的比例只有39.2% 不贊同47.6% 蔡英文總統的39.2%是五個月來最高的一次 那麼如果從2018年的1月3月4月5月我們所做過的四次的調查 那來做一個平均數的話 其實他的平均數只有34% 還低於2015年前年的35.5%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說39.2% 這樣的一個提升 代表的是蔡英文總統的民調聲望是九漢洪甘霖 九漢洪甘霖 這是很好的感受 和